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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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 小朋友们 快快来吧 快来和我一起做好吃的 智慧树上 智慧活 智慧树下 你和我 智慧树前 做游戏 欢乐多又多 果果美食屋 智慧树星球新的一天开始了 今天道哥和摩尔就会给我们找到什么好吃的呢 大家好 欢迎来到果果美食屋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 今天我们要做美食了 红果果来问问小朋友们 你们喜欢吃吐司吗 喜欢 哇 太好了 今天呢 红果果会用吐司来做一款美食 是什么呢 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好 在做美食之前呢 我们先来认识四位可爱的小朋友 小嘉宾 李晨曦 今年五岁 小嘉宾 彭雨昕 今年五岁 小嘉宾 田生姐 今年五岁 小嘉宾 赵伯凯 今年五岁 默默飞着洗小手 看谁泡泡多又多 错错错又错错 小手变得很干净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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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啦啦啦 洗完之后别忘记 关掉水龙头 哇 好的 我们小朋友们呢 手都已经洗干净了 要开始做美食了 那红果果刚才说过了 今天呢 我们会用这个吐司来做美食 那小朋友快看啊 在桌上呢 红果果给每个人都准备了 两片吐司 对不对 但是这两片吐司呢 有区别 有什么区别 你们仔细观察一下 一个是黑色的 一个是白色的 好 我们来给小朋友们看一下啊 一个呢 颜色要深一点 一个呢 要浅一点 对不对 好 那小朋友 分别来尝一下 好不好 来 先尝这个深色的这个面包 尝一小口就行 这是深色吐司的味道 对不对 好 我们来尝尝这个浅色的吐司的味道 有区别吗 姐跟我说说深色的吐司吃起来什么口感 深色的吐司的味道 深色的味道有一点苦 有点苦 还有点硬 对不对 嗯 还有一些颗粒物是不是 嗯 所以呢 红果哥告诉大家啊 这深色的这个吐司呢 因为全麦吐司是用没有去掉外面 敷皮和麦配的全麦面粉制作而成的哟 也正是因为这样 全麦吐司吃起来也没有那么松软香甜呢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可没有打折扣哦 小朋友们平时也可以多吃一些呢 好的 了解了这个全麦吐司之后呢 今天呢 我们就会用这个全麦吐司来做吐司披萨 好 首先呢 我们拿起这个全麦吐司 放在我们的面前 然后用刷子蘸一点番茄酱 来 小朋友跟我一起来做吧 把它均匀地涂抹在这个吐司片上 不要涂太多呀 每个角落都要扫到啊 小朋友们 好 涂抹完这个番茄酱之后呢 我们拿出一片火腿片盖在上面 一片好像不够 再来一片 一共是两片 上下各一片 铺完之后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两队的小朋友来一个游戏啊 也算是个小比赛吧 红果果分别给小朋友们准备了五粒玉米还有五粒青豆 我们来比比看谁的速度最快 用筷子把它们分别加到自己的这个吐司片上好不好 好 不要着急听我的口令啊 预备 开始 好 我们来看看小朋友这个用筷子的这个技巧究竟如何啊 分别准备了五粒青豆和五粒玉米啊 哇 雨昕你好棒啊 第一个完成任务的可以先举手啊 加油 加油 哇 蓝队的这位小朋友 好 红队的这位小朋友 真棒 你完成了吗 好的 最后晨曦加油 太棒了 为自己鼓掌 四位小朋友表现得真棒 是不是 放完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这个举起来 这个你们认识吗 是什么呀 芝士 芝士片 盖在上面 盖在上面 对 像盖小被子一样 铺在上面 好的 最后呢 我们把这个吐司呢 放进烤箱里烤制一会儿 就可以吃了 那在烤制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来收拾桌子 擦擦桌子 洗洗盘子 啦啦啦啦啦啦啦 刷刷被子 整理整理 养成好习惯 小朋友们都很棒 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起动手很快乐 一起做美食 第一步 在吐司上 均匀涂抹番茄酱 第二步 在吐司上 放上火腿片 玉米粒 青豆 芝士 第三步 放入烤箱烤熟 吐司披萨就做好了 啊 欢迎回来 感谢本栏目推荐品牌 阿尔法蛋词典笔的大力支持 那接下来呢 这个环节呢 就是小朋友们非常喜欢的 品尝美食 那今天呢 我们做的是这个 吐司披萨 对不对 我们来闻一闻好不好 哇 浓浓的芝士香 对不对 小朋友已经迫不及待了 对不对 好 开吃 吃 吃起来 快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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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 如果是刚烤出来 稍微凉的时候 咬出来那个芝士还能拉丝 对不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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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香啊 再配上这个青豆还有玉米 特别的有阴阳 是不是 太好吃了 来 举个大拇指 嗯 太好吃了 好的 那我听说啊 有一个好朋友 有一个神秘礼物 要送给我们哦 是什么呢 我们一起 问你 每个女生都没有 我会想到沙龙 的 是什么 人 他想到 弗子 你 对 是什么 人 我会想到 我会想到 的 对 我 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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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自 独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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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大家 这个小朋友笛子吹得可太棒了 对了 道哥 我看到刚才的笛子好像都是用竹子做的 难道不能用其他的材料吗 当然不是啦 中国最早的笛子是用动物的骨头制成的 1987年在河南舞阳甲湖出土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骨笛 距离现在已经有八千多年的时间了 它们也被誉为中华第一笛 我们现在看到的笛子大部分都是用竹子做成的 但是也有石笛、月笛和红木做成的笛子 因为竹笛音色通透、清脆月耳 声音效果比较好 制作的成本也比较低 所以人们基本上都是用竹子来制作笛子 八千多年前就有笛子这种乐器了 可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对呀 除了笛子 还有古琴、编钟和琵琶 它们也是在很早之前就被发明出来了呢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认识了什么乐器呢? 笛子 没错 下期节目我们还会继续为小朋友们介绍其他的知识 一定要收看哦 我是大哥 我是大哥 还有我 我是摩尔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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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玲玲 接下来赶快告诉我们今天是哪位小朋友给我们寄来了视频吧 好的 玲玲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 我叫王思妙 我已经念舞会了 我喜欢谈歌曲 好棒 太棒了 咕噜咕噜 小朋友们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下载央视频 点击关注智慧术 里面有更多精彩内容哦 好的 小朋友们 再见 好棒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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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